Matthew 看回今天的市况 金融股表现都不错 讲一下平保 其中看到他因为有些好的消息 例如他旗下的深圳发展银行 就因为发盈起 今天都升超过6% 平保的价格由上周到现在 都升了超过20元 所以都想看看你怎样看 这一只平保你怎样看 之前平保的股价的确很惨 很短时间两个星期之内 由60元一直跌穿了40元 最近开始战争反弹 都很明显看到超跌之后 会有些基金追回一些货 大家看到平保自己本身 都有一些新发展银行 出了一个盈起消息 对它来说有些帮助 当然累积升了这么多 你说现在去追的话 可能普通投资者都觉得会 值得率都不高 是的 但是银行 就是它自己来说 我相信它几个业务都表现错 如果你说之后再出现一些调整 譬如去回50元留下 我觉得它的 吸入价值它仍然是相当高的 Medu我记得你曾经在我们节目都提过 就说到市场回稳的时候 可能一些内地的保险股 就能考虑得过 平保是否你的选择 都是的 大家看它平保自己本身的业务 即是银行也好 售险或财产险 甚至证券或资产管理 其实就相当全面 再加上一些收购和拼合活动 那几年做了之后 陆续都拼进来 即是有一个整合 那这些的回报 在未来几年的盈利 可以慢慢浮现 还有这个股价之前 因为调整那么深 其实我都粗略计过 其实它们的股值 不是说保险股的股值 其实是回到上市以来最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说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角度去投资 内地的保险股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除了内地保险股之外 还有一个板块 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近期市况波动 都见到一些股民内股 例如澳门博彩股 或者是一些高档消费股 那个波动都挺厉害的 就是完全是大跌大上 所以都想问一下澳门博彩股的理由怎么看 为什么呢 想回过去 譬如9月份 那个博彩业收益 其实都升了39% 但是你给回8月的时候其实是跌了 跌了14% 现在都说可能黄金周 都会多了人去澳门倒两手 那些澳门博彩股可能会好 虽然数字就没有了 但是你看不看好澳门博彩股前景呢 说回刚才那两类股份 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都很靠自由行概念 之前大家很担心 就是民间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的话 不多不少会影响澳门博彩业 或者高档消费零售股那些收益 当然他们也是当市场比较悲观的时间 反应过大 所以他们的股价调整的幅度相当深 譬如看回银河娱乐 由高位押近20元楼上 一直跌穿10元楼下 试过 今天也涨了10% 一成 是的 如果你计算今天就已经10% 但一流低位计算起 其实涨了接近五成 所以都很显示大上大落的情况 真的很夸张 如果你看回澳门博彩股 收益来说 9月份虽然不是太理想 但这个可以理解 一般都是淡贵来的9月份 到10月 黄金周的人流 大家如果有过去的话 都看到仍然是人山人海 都完全看不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所以我相信他们今年的收益是没问题的 估值亦都因为之前下调了 所以都比较吸引 当然由低位升到那么多 可能会有些投资者开始部署 一些获利回涛 所以如果追进去 现在追进去的话 就会有一定风险 但行业来说我自己都很喜欢 所以你说最好都是等一些 回涛的时间去吸纳也有办法 如果澳门博彩股 你是行业中意 当中有哪一款你会先看着它 或者是值得留意的 我自己都会选一间 比较稳定一点 说的是负债比率相对比较低 也持有很大量的现金的澳博 因为它自己本身 拥有的倒桌数字 是全澳门的三分之一 而且它在自己本身 譬如一些新葡萄经的项目 一直在营免效率都有改善 所以股值是有点提升空间 如果你说市场调整下来 澳博我觉得它会比其他的博彩股 是比较好的选择 今天收市是14.5 是否要再等回落多一点 才是一个买入的良机 其实我自己觉得去13个半楼下 相对会比较吸引一点 好 我们说完澳门博彩股 问你一些高档消费品股 另外有一个品牌我自己申报 我都喜欢它的袋子 股票都可以看 其实它上市不是很久的 就是Prada 看到Prada其实在这次波动的市况之下 曾经最低是做过28.8 今天它收市就去到36元 都升了上来 升了6% Prada 你看不看好 当然这些有品牌的零售股 其实市场一直都愿意比较高的估值 但是之前因为大家什么都害怕 所以连它都被人抛售 当然反弹了 都整百元的雞上来了 你说现在去追的话 似乎比较高一点 但是你说看好它前景的 我自己觉得它既然也有个品牌价值 还有销售在大中华地区 或者新兴市场那里 一直都有一个挺大的增长 我相信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 就没有太过受到欧美的经济影响 所以如果你说出现一些调整的话 Prada这些比较高档的消费零售股 我自己对它的投资价值相当提高 现在是36元 你觉得去到什么位置才是一个买入良机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回到34楼下 就可以开始留意 所以现在这一刻是比较迟一点 最好就等一些回吐出现才考虑 好 Matthew 刚才提过股票 你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 我自己也没有持有提过任何股票 虽然我最喜欢Prada 不过它是个手袋而已 好了Matthew 我今天叫了一个 烤鸡肉的海撒沙律 还有Westbury Marjorita 我们试试吧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